哇,這個海水真的做得不錯 可惜他沒有像那個電腦板可以潛進去 去看那個底下的海藻 這是一開始,一開始那個地方 新手村嘛 他現在有一個搭船的任務 來看一下是要幹嘛 搭船,這個要幹嘛 我直接按搭船看看 看他帶我到哪裡 新地方嗎 這是哪裡 新地方喔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這新地圖 蠻不錯的,看一下 環顧一下四周 他現在手遊還是存在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辦法把 很多的資源一起放進來 你看還是需要這種換地圖 代表說 開發者知道現在的資源還是不太夠 手遊要到很棒的境界可能還要 三年吧 三年就可以讓開發者覺得說我在開發東西都沒有問題 都不用擔心資源的問題 喔這個很像阿拉伯的 看一下 這該不會是那個沙漠村莊吧 我很有印象耶 他跟著任務走 他就會帶你引導一次大部分的 NPC 這應該是 類似電腦版那個沙漠的地方吧 我突然想不起他那個地方叫什麼名稱 太久沒玩電腦版 要翻譯才知道 現在都拿到藍色藥水了 已經沒在吃綠色 這是交易所 這是交易所 再來 再來 他任務幾乎都帶你問一次 這個長得跟魔王一樣 看了都很想乾掉它 這就不用笑了 這就沒想到 這就沒想到 這樣就有了 把人家藏起來 這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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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這麼長的對話 其實很多人玩電腦版他也是直接略過 他也沒在看那個對話是什麼 這是韓國遊戲目前的一個很悲哀的現象 就是他的劇情沒有人要看 沙漠地帶 當時那些地方的怪物還蠻強的 然後我那天去小米的門市啊 我在問小米7啊 因為聽說跑分很強 結果小米7還沒出來 到時候出來可能也買不到吧 其實 照這樣看今年 好一點的手機還是要等到8月左右 我還記得我去年齁為了玩那個暗黑復仇者 去換了這一隻HTCU11 然後後來發現暗黑復仇者根本不需要那麼吃資源 他蠻輕鬆的14萬分的手機就跑得很順 然後我今年現在還在等暗黑復仇者 到現在還沒出來 其實這樣子一年了齁 我覺得整個看下來 暗黑復仇者的PK是比較可以玩的 然後黑砂的PK我就覺得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太大意思齁 暗黑復仇者的PK真的值得再玩看看 到時候要等他出來就可以來玩 然後黑砂已經有宣布手遊版 大概第4季之前就會出了 可能9月吧 或者是說厲害一點齁 趕在暑假上市齁 可是其實黑砂這種遊戲 你如果仔細去思考 這不是一些小孩子在玩的 暑假是那些小孩子在玩的 這遊戲其實你會發現他比較偏向上班族 因為他的遊戲內容其實都是在掛 他就是重點在於你要掛得久 你就跟天堂M那種一樣 就是要掛整天 掛越久你的這些充裝備的東西越多 你就可以越強 所以反而他比較偏向於 有點像是給上班族在玩的 然後有能力花錢的 所以不暑假倒是不重要 然後這款遊戲你如果要掛 因為要掛整篇嘛 你會有很大的空檔 除非你工作很忙 不然我是覺得你要至少要玩第二個遊戲 像我就是搭配那個絕戰平安金 這兩個這樣子 絕戰平安金跟黑色沙漠這樣交叉在玩 我會覺得這樣子比較充實一點 不然你如果單純要這樣子看黑沙 其實他就是在掛機而已 然後每天玩個幾個小時這樣 有點像HIT啦 HIT也是大部分的時間要拿來掛 大概60%再掛40%再玩 然後重點是比誰的時間多 然後再來就比誰的錢多 大概是這種玩法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意外 這是黑沙的一個特色 先給大家一個預期的心理建設 所以我認為說他在暑假出的機率也不一定大 因為他不需要迎合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可能不見得能夠課金課那麼多 目前這款遊戲在韓國的排行是第二名 也就是說最高營收第二名 第一營收是天堂M 你就知道天堂M有多坑 然後這款遊戲也很坑 其實就跟RO一樣啦 只是說RO他比較沒有大家坑的那麼大力 因為可能畫質真的沒有很好 但是其實RO是蠻好玩的 我那時候整個玩RO3到4個月 我是覺得蠻值得的 後來就是因為遊戲裡面實在太強了 追不上 這個是貿易的東西 這個你每天可以按一次 你要去找那個貿易的商人 那東西會打到 打到你就一天只賣一次 然後賺個6萬塊這樣 然後剛剛說那個RO嘛 RO他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遊戲內容棒 只是說你如果玩不贏別人的話 其實最後就是慢慢把它放棄掉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實遊戲不玩很簡單嘛 要嘛遊戲太無聊 要嘛就是你被人家在裡面打得很慘 這兩種都會讓人家不玩 就是玩到最後比較沒有玩那麼久 有點像是你在一個環境逮不下去 你必須離職喔 那有概念 沙漠 不知道晚上長什麼樣子 喔這妹子圖示畫得不錯 然後你仔細看了黑沙的任務模式就是這樣子喔 一直問路然後一直在打怪 沒有太多特別的事情 然後有的人就會出來嗆了 從頭到尾都在自動走路 現在拿一個手遊不是這樣 其實那就是一個門派 一派一派喔 像玩PS4的人在追求高畫質的人 他就絕對不缺這種東西 他就這什麼垃圾 然後 每天在外面跑的人沒有買PS4的人 手機買很好 他就會說我幹嘛買PS4 手遊就可以玩得很開心 就可以度過他很多時間 這就形成一些老派的跟 新的派系 然後兩邊在那邊罵來罵去 像很多人都會說 手遊多渣之類的 其實手遊還是有好遊戲 我剛剛有一場PK喔 我把他的大招以為是這個小黑大招 我看錯了 因為太像了 法師有一個隱石大招 跟一個小黑大招 這兩個很像 所以我看錯了 其實並不是 所以他打50隻打很久 不過那一場PK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單純 最後一下給他尻一下 然後趕快跑去補血 血比他多一格 然後就贏了 其實黑煞PK就是無聊到這種程度 他也沒有什麼接技阿 是要接什麼 法師可能沒什麼好接的 你們如果知道法師怎麼接的話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 我不知道法師在怎麼接 我只知道那個閃電打完 然後再放一招 就要趕快跑 然後女武神他們怎麼接 我就不清楚 我是改天有想要把那個裝備 全部過到另一隻上面去練一下 應該很好練 不過要看看 可能抽一把金色的弓吧 想要玩個遊俠 遊俠我覺得蠻好玩的 法師的節奏太慢了 我要看一下遊俠的裝備 不過又有點想要等他覺醒之類的 不應該會出吧 遲早的啦 所以我現在在這個沙漠區耶 他以後收聽還會開放 可能幾年後再翻一次遊戲畫面 就更屌了 這個新地圖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到這邊